前方严重剧透 请珍珠观看 我是阿维 今天就详细分享给大家鬼孽之刃剧场版 无限列车的剧情 画面来到列车这里 因为送鸭的指令 造门探智郎背着妹妹你斗子 与我欺善意跟嘴平易支柱 来到了无限列车上 找到了正在大块躲一吃便当的严重炼狱信兽郎 探智郎询问信兽郎是否知道 有关火之神神乐的事情 但是信兽郎说他不知道 要探智郎做他的妻子就能变强 同时信兽郎提醒他们小心 因为这台列车上已经有四十 几人失踪 派来的鬼杀队员也都没有音讯 列车员出现检票 探智郎察觉到对方似乎有点怪 此时突然出现了两只鬼 信兽郎疏散民众并快速地斩杀他们 让探智郎 善意跟一支柱都深感佩服 次人陷入了沉睡 探智郎问到了家人 并且跟他们一起快乐地生活着 仿佛现实的一切就如一场梦一样 善意梦到跟你斗子一起开心地玩耍 背着他过河 一致重梦到自己是老大 并又有探智郎 善意跟女斗子三个手下 他们一起在山洞里探险 轻手郎梦到他告诉爸爸成为树的事情 可是爸爸觉得很无聊 接着他指导弟弟牵手郎剑术 列车员慌张地跑到车厢说他已经达成任务了 拜托让他做个美梦 让他可以见到死去的欺小 接着他便陷入沉睡 车上的其他人都睡着 但是却有四个人醒着 这四个人被下嫌之意点梦指派任务 要他们趁谈智郎一行人睡着时绑绳子在他们手上 另一端则绑在自己手上 这样便可以进入对方的梦境 只要找到位于边界中的无意识领域 进入寻教 核心变加于破坏 就可以让对方变成废人 这四人为了想要做一场美梦便照做了 四人中的第一个人走进了 杏手郎的无意识领域 里面满是燃烧的火焰 找到核心正要破坏时 现实中的杏手郎 突然站起身掐住他的脖子 导致他动弹不得 但杏手郎眼睛仍是闭着的 第二人来到了一只柱的无意识领域 还没找到核心 就被一只柱追着跑 第三人来到了杏意的无意识领域 但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 突然杏意拿着剪刀追杀他 这问为何这里会有男生出现 第四人来到了探知狼的无意识领域 里面是一片蔚蓝的天空与大海 还出现了发光小人牵着他走到核心处 探知狼在梦中没看见你豆子 觉得有点怪 为何你豆子可以在白天出门 走在森林中他仿佛看见了 张女豆子的箱子到了河边时 看见河中的盗影 盗影中的自己一直笑他醒来 探知狼发现自己身处梦中 但却不知道如何醒来 因为能问他要去哪 他道歉后就离开 但是家人都追了过去要他留留下 探知狼尽管不舍 仍然坚持离开 他四处便寻不找鬼的踪迹 突然间爸爸的灵魂出现 让他拿起刀来 因为该斩的东西就在这里 探知狼瞬间明白了 便拿起刀朝自己脖子砍去 探知狼终于醒来 他发现你豆子已经从箱子出来 且还帮他把绳子烧断 而绳子上的鬼位跟车票一样 其他人怎么叫也叫不行 于是他叫你豆子把大家的绳索烧断 突然四人中的三人攻击他 探知狼把他们击晕 第四人则是因为被探知狼感动 所以没有攻击 还提醒探知狼要小心 接着他闻到了轮后的鬼位 便往外冲 不要你豆子游在那里找大家醒来 探知狼爬到车厢上面 看见了下前之一眼梦 探知狼很惊讶他居然这么快就醒来 问他为何不继续做美梦 探知狼使出招式攻击 探梦使出血鬼术 只要看见他手上的眼珠便会睡着 探知狼睡着后梦见家人们 咱骂他为何不去就看乱 没多久探知狼起来后 探知狼说他的家人 根本不会说那种话 探知狼可以再度醒来感到惊讶 接着他连续使出招式让探知狼睡着 只是探知狼都停了一下又开始动 他原本以为招式对探知狼没笑 后来发现是探知狼每次睡着后 马上在梦中自稳才会醒来 这需要非常勇敢的人才能做到 探知狼就这样慢慢地截进眼梦 并砍下他的头 结果眼梦没死 他说在他们沉睡的时候 他的身体早就和列车成为一体 车上的200人都将成为他的粮食 眼梦突然消失 探知狼大吼要大家醒来 突然一只柱从车厢屋顶冲出来 探知狼要他跟你斗子 一起保护车厢内的人们 车厢慢慢地长出鬼的肉 并开始攻击睡着的人们 你斗子被鬼攻击到无法动态 突然善意出现救了他还说要守护他 但是他仍在沉睡中 青少狼也醒来使出了招式 砍掉整个车厢的鬼肉 跟探知狼说这辆火车有八节车厢 他会保护后面的五节车厢 前面三节车厢交给上一片泥豆子 他跟一只柱则边注意前三节车厢 先寻找鬼的脖子 一只柱说他已经发现这只鬼的弱点 就在前面车厢放煤炭的地方 于是探知狼便跟着他去 到前面的时候发现一位列车员守在那里 要他们离开 探知狼发现鬼的脖子就在地板下 便让一只柱把地板披开 披上后发现了鬼的颈椎骨 但要继续砍的时候 却被再生的肉给掌住 探知狼要一只柱配合连续攻击 不然鬼肉长出了一对眼睛 要让他们睡着 探知狼提醒一只柱在梦中基本就能醒来 但因为眼睛太多 只要一张开眼就会睡着 根本无法使出招式 就在他要砍脖子的时候 一只柱出现跟他说这是现实 要他不要中了鬼的陷阱 而一只柱则因为戴了头套 鬼无法知道他的视线在看哪 于是这招对他没笑 突然列车也拿到四项探知狼 说不要妨碍他做美梦 探知狼把他击晕 要一只柱加坏脚 把鬼的肉砍掉 鬼终于又露出了颈椎骨 探知狼使出火之神神月 砍断了鬼的脖子 咽梦惨叫一声 接着火车失去控制翻车 探知狼倒在一旁 一只柱说鬼的肉很难的 所以他没受伤 新兽狼出现叫探知狼 使用呼吸法止血 感受大家都没生命危险 突然一声巨响 一窝座要杏兽狼变成鬼 就能跟他一起斜缩上百年 但是杏兽狼拒绝 于是两人展开激烈的对战 探知狼想要帮忙 却被杏兽狼阻止 他说会完成他的任务 在场的那个人 一个都不会死 一只住在一旁观看 也不敢插手 不久后 杏兽狼的身体被一窝座的手腕穿 他想起母亲临死前说的话 说他身了会那么强壮 说为了保护弱者 这是他的使命 于是杏兽狼拿起刀 反向一窝座的脖子 一窝座伸出 一只手准备攻击 却被杏兽狼紧紧抓住 眼看太阳即将升起 一窝座想要逃跑 手却无法从杏兽狼的肚子拔出 杏兽狼说绝对不会让他逃跑 看这狼跟一只住出面帮忙 结果一窝座居然断手求生 往司令出逃跑 看这狼追了过去 要他不要逃 把剑往他身上射 说鬼杀队一直是在 对鬼有力的夜晚战斗 他们却正在比比 并说是他说了 变语才是名者 接着变封贵并哭 杏兽狼要他不要再喊了 否则伤口会更严重 还说如果探智狼死了 他就说了 他要探智狼去他的老家 查看一旦严重留下的手气 也许会有关于火之神神月的线索 必要他转告你 杏兽狼 走自己认为正确的路 还要他转告他的父亲 广重身体 最后说了一些可疑他们的话 杏兽狼突然看见母亲站在前方 他问母亲他是否完成了任务 母亲说他做得很好 善意飞着拟兜子出现 说火车翻覆时 并用了很多招式把伤害控制到最小 不敢相信他就这样死去 杏兽狼哭着说 刚刚才完成一件事情 眼前又出现了一种表强 他觉得很灰心 一直注意他打起精神不要哭 结果自己也哭得稀里哗啦 三人哭成一团 杏兽狼死去的消息传开 大家都感到相当悲伤 普通带人说杏兽狼很努力 没有造成任何人死亡 并说他就快要去黄泉之路找杏兽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